8月7日,电影《哈利与来生》,在荣城市,城山镇里村举行了开机仪式,出席开机仪式的,有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,山东省人民政府,外市桥物办公室,危海市旅游发展委员会,危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, 荣城市委外宣办,荣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,荣城市好运小旅游度假区,城山镇委镇政府等分管负责人,以及《哈利与来生》制片人,导演和设置组全体成员,《哈利与来生》是由红景影视出品的宝贝不哭,系列儿童电影的第三部,讲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汇血儿《哈利与中国大陆儿童来生》纯真有益的故事,通过两个孩子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, 表现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影响力,山东市影视大省电影《哈利与来生》的拍摄,是我省电影生产的一件大事,将继续关注和支持该影片,同时,希望《哈利与来生》剧组全体演职人员齐心协力,精诚合作,拍出一部极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与一体的精品立作, 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处处长王金龙所,七卢安报七卢一点,见习记者于佳林 《哈利与来生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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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